臺灣前後林玉婷在巴黎奧院遭受性別霸凌 仍頂住壓力奪金 教育部今天邀請他擔任反霸凌大使 由教育部長正應要頒發聘書給林玉婷 臺灣有這麼多人然後身後有這麼多人願意支持我 那其實也是一直堅持到底的原因 借下這個大使的身份 那可以藉由自己的親身體體悟 然後讓大家讓世人所知道說 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教育部表示規劃每學期開學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 113選年度宣導主題為拒絕少姓剝削 不拍不傳不留要求助 今年特別聘請林玉婷擔任反霸凌大使 送透過臺灣女兒的力量 讓更多學校積極防治霸凌